十五岁那年的冬天 我在县城读高中 上高一 我家离县城大概有100里地 学校是实行住宿制 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第一是远离家乡 远离爸爸妈妈非常不习惯 想家 最远头疼的就是 每天早上学校要要求出早钞 六点半高一喇叭就响起来了 而且那个曲子特别烦人 一听就让人抓狂 就像有毛毛虫 钻到耳朵里面去那样的感觉 很多学生就写信要求校方 要把这个曲子给换了 校长说之所以选择它 就是因为它有着一种特殊的功能 让学生一听就不想睡觉 起初我受不了这个音乐 不爱睡乱觉 每天早上能坚持起来 去按时出早钞 时间一长 有了免疫能力了 再怎么轰鸣 照样可以呼呼大睡 学期还没有过半 我差不多就缺席了很多次的 这个早钞 我很幸运 没有一次被逮着 班上呢 还有好几个 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睡乱觉的同学 有的人特别倒霉 第一次不出早钞就被逮着了 后来他们很羡慕我呀 以为我有特异功能 我也不先知 只要我不出钞 他们都不起来 有一天早上 大雾弥漫 我是南方人啊 我们那个地方冬天 非常阴冷潮湿 一大早要起来 洗点水是凉的 那个鞋也是凉的 那就不愿意起来啊 人转到被窝里面 舒服服服的睡个懒觉 那是很惬意的 喇叭响过了 哨子也响过了 我还是按鞭不动 躺着 这个时候 我听见高音喇叭里面响起来 校长的声音 全校同学赶快到大操场 主席台前集合 所有的班主任老师 清点人数 吓坏了 招了 赶快踢开被子 胡乱穿好衣服 就拿着鞋 棚头垢面就冲向操场 私下的全是噼里啪啦的 那种杂乱的脚步声 兵荒马乱一样 刚跑到那个操场的 那个入口处 就听见校长 拿着一个喇叭在后 你 你站住 说你了 不能跑了 上来 吓得凉腿发抖 我沉乱 随便就钻进到 一个班内里面 全校有四十多个班 黑压压的 全都站在那个操场上 找不着自己的班呢 随便钻进了一个班以后 立足未稳 庆幸 没有被逮着 这个时候 我的左右 就响起了 哄腾大笑的声音 我凭着直觉是在笑我 我抬起头一看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就当我不知 如何是好的时候 那个班的班主人过来了 就站在我面前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 他肯定要把我拎出去 站在主席台上亮相 众目睽睽之下 那多丢脸啊 我吓得两腿发抖 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脚 那个老师 开始问话了 他说 叫什么名字 我不敢说 说哪个班呢 我还是不敢说 突然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扶着我的耳朵边 他很温和地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别怕 我帮你找 我紧绷的神经 一下就松弛下来了 眼泪很快就要流下来了 在他的帮助下 我顺利地找到了我的班级 很幸运 他走在前面把我挡住 因为我的班主人老是就看不见我 然后呢 我就到了那个队墨 这个时候 校长还在拿着高音喇叭喊 谁是谁迟到了 要给明朗那个主席台前来 接下来呢 这一切都过去了 就没事了 我这个时候才平静下来 我想看看他的脸 因为他已经转过身去了 我只能看见他的背影 中等身材 头发呢 微微地有点卷曲 从此以后 我再没有缺习过早操 甚至都没有迟到过 他对我的那一次包庇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宽容 宽容也成了我长大以后 做人的一个准则 这就是我要讲的这个故事 我不认识你 但我记得你 谢谢 谢谢